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夜晚拦车的女孩》 李宁是一个包工头 她最近借了一笔业务 工程量比较大 如果这笔业务做完了 她能够赚一笔不少的钱 这个工程是她好不容易争取来的 很多的事情都是她亲力亲为 为了完成好这项工程 她知道只要做好了这项工程 那么以后就会有很多的工程在等着她 如果能够多做几次这样的工程 她能赚好多好多的钱 她这辈子就一时无忧了 今天上面的经理下来了 她准备了酒席娱乐项目 而且还准备了一个很丰厚的红包 自己工程质量的好坏 全靠他们这一张嘴了 每一次他们来检查的时候 自己从来没亏待过他们 跟他们的关系也算是好的 她知道自己在所有的包工头当中 那算是最会为人处事的 他们喝了很多的酒 吃的是山珍海味 晚上的娱乐项目们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 看见他们这个满足的样子 李宁也觉得很满足 这个社会上 要是要懂得人情世故 那要懂得付出的 才会有收获 才会有机会 她一直都记着这句话 而且她做得很好 所以她才能够像现在一样 风生水起 她安排人把这些监理都送去了酒店 她自己是要回家的 因为她家里有一个很漂亮的老婆 她非常爱她的老婆 即使做这样的生意 她也没有对不起自己的老婆过 就算是逢场作戏 那也是有底线的 她喝的有点脱了 但是这并不影响她开车 工程在郊外 路上几乎是看不到一辆车的 整条路都是自己的 她想怎么开就怎么开 等她都开到家里的时候 自己的酒应该就醒了呗 现在已经不早了 她想着早点能够回家去 于是她加大了马力 将家的方向开去 不知道是不是这酒的缘故 她感觉到很兴奋 这车的速度也很快 她感觉到了刺激带来的那种快感 这种感觉让她特别的舒服 这地方是郊区 路上几乎是没有路灯的 就算是有路灯的地方 也是非常的昏暗 不过好在这个地方 没有车或者人出入了 这路上特别的安全 在这样偏僻的郊区 其实也是有一些零星星的住户了 她以前没有想到 在这么偏的地方 居然还有人住 就在这开着车的时候 咣的一声 它好像撞在了什么东西上 应该是个动物吧 这个地方有很多的野生动物 像什么野猪啊 一定是不小心跑到了路上 被自己给撞死了 自己还心想着呢 这条猪真够倒霉的 自己的车速这么快 肯定是被撞的面目全非了 但是她一点不在乎 就一头野猪嘛 撞死就撞死了 没有人会在意的 她甚至没有减速 也没有下车去查看 自己撞死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就这样 很快 她就回到了家 她轻手轻脚的洗漱以后 钻进了被窝 妻子已经睡下了 她睡着的样子特别的好看 李宁忍不住摸了一下她的脸 妻子醒了过来微笑着说 你回来了 今天怎么这么晚呢 该不会上哪儿玩去了吧你 你老实告诉我 有没有去什么不该去的地方 李宁一把把妻子给抱住了 笑着说 我怎么会呢 我那么爱你 我会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的 早点休息吧 已经很晚了 要不然 你明天就变成一个熊猫了 妻子有些奇怪的说 你的身上 怎么有一股怪怪的味儿啊 你该不会上哪儿去鬼混了吧你 身上有一股香甜的味道 这是女人的香水吧 别闹了 你别套路我了 我才不会上你的当呢 我身上哪有什么味道啊 就算我身上有味道 那也是你的味道 我说真的 没跟你开玩笑 你的身上真有一股味儿 要么你去洗洗吧 然后再睡 要不然你睡着了也不舒服 李宁点了点头 他使劲地闻了闻自己身上的味道 他实在是闻不出自己身上有什么怪味儿的 只是他不想让老婆感觉到不舒服 第二天 他加班又到了很晚 他不想留在办公室里边休息了 他想回家 家里要比这儿舒服得多 他开着车 今天他已经很疲惫了 为了生活真不容易啊 就算是自己能赚钱 但是也是非常辛苦的 他现在就想着躺在床上好好的休息一下 他现在最想要的就是床 好久都没有好好的睡一觉了 就像是机器 他也需要保养的吧 就在这时候啊 他看见前面似乎有一个人 好像是一个年轻的女孩 他心里边 想着 这年轻的女孩怎么会到这里呢 他本不想搭理这女孩的 尽量的把车开到另一边 他害怕这女孩突然之间冲上马路来 自己来不及刹车 就在这时候 那女孩伸出了一只手 对着李宁招了一下 李宁愣了 这女孩是想搭顺风车吗 一个女孩 他晚上呢在这儿出没 本来就显得特别奇怪了 他不想再找麻烦了 于是他没有打算停车 但是这个女人却非常的疯狂 看见车子不停 他竟然跑到了路中间 这下可把李宁吓了一大跳了 这女人 这女人怎么回事啊 她不想要命了吗 李宁被迫停车 她愤怒地说 你干什么 你不要命了你 你不知道这样做很危险呢 你不为自己着想 你为我着想吗你 我还有家人呢 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淡淡地说 我的家人也在等着我 这里没有车 我能不能 搭你的车回去啊 我很着急 谢谢你 我会给你车费的 你就算帮帮我吧 李宁心想也是 她不想跟这女人说太多了 这只是一个女人 应该没什么危险吧 只要自己多注意点就行 就这样 那女人上了车 上车之后 她一直是面无表情 给人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李宁觉得气氛非常的压抑和尴尬 于是 她打开了收音机 这时收音机里边正在播报一则新闻 说一名女性在这条偏僻的路上发生了意外 被人撞了之后碾压过去 那时候女人还没有死 可这司机却没有停车 最后女孩不治而亡 如果当初这个司机能够停车送女孩去医院的话 那么那女孩就不用死了 女人发生意外的时间 是在昨天晚上 听到这儿 李宁感觉到自己的心好像是被什么敲了一下 她想起了自己昨天晚上的事情 难道自己昨天晚上撞到那个 不是野猪 而 而是人 她吓了一跳 慢慢的转过头去 就听见那个女人说 我就是昨天被你撞死的女人 我下夜班回家 她被你撞死了 要是你下车救我 我就不会死了 我恨你 我恨你 本来我可以不用死的 你为什么不救我 你为什么不救我 说完 那个女人扑架了李宁 李宁一害怕 紧急着一打方向盘 车子 冲出了山崖 掉了下来 等到李宁的老婆 看到她的尸体的时候 她已经是面目全非了 但是那种奇怪的味道 她仍然能够闻得到 好了 这就是夜晚 拦车的女孩的故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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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